大家好,我是小医生 2023年房价终于要崩盘了 我很痛苦,而你是不是很爽呢? 现在都说我们年轻人选择躺平 不结婚不生小孩 只租房不买房 然后未来就会没有人去买房接盘 加上不同国家地区的政府都去打压房价 所以我们现在被炒得很贵的房价 肯定会崩盘的,对吧? 我笑了 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提倡简阅主义的YouTuber 他的影片说自己是不会买房的 结果最近就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其实不止他一个 每个说自己不会买房的人 自己在背后关注的都是买房的资讯 就好像考试之前 总有些人说自己昨天晚上没有复习一样 结果你会发现 办上面最高分的就是这些人 还有一段新闻是这样说的 有个年轻人以前没有买房的时候 非常讨厌那些炒房客把房价推高 现在他买房了 他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人 心里面每天都在祈祷 房价越贵越好 最好其他人更加买不起 这样自己的身份就显得更尊贵 这个就是人性 别误会 我不是要批评这些人 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面 而会批评这些人的 只会是那些买不起房没有结果的人 他们希望政府可以帮他们推倒房价 一方面自己就可以买得起房 另一方面 他们看见那些买了房的人亏钱 自己就很爽 但是各个地方都打击房价这么多年了 这些人现在买得起房了吗 还是买不起吗 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买房和炒房更难了 房价一开始要消化这些信息 他肯定是会调整的 但后来涨的不是会更厉害了吗 为什么呢 还有一些人 在过去不愿意花父母的血汗钱 去为高房价的泡沫买单 甚至去耻笑那些靠父母买房的人 是啃老族 有听过这个名字对吧 结果在一次次房价暴涨的过程里面 那些选择啃老买房的人 现在已经摇身一变财富自由了 而没有买房的人 甚至要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人 吃他们的喝他们的 如果他们现在想要买房 反而要花父母多几倍的钱 这个是不是真相啊各位 你长期看到这个世界 大部分人看到的画面 那么这只会把你洗脑成 跟大部分人一样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上97%的人都是穷人 而剩下只有3%的人 他们怀着空杯的心态 愿意去拥抱这个残酷的真相 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最后浴火重生 成为了金字塔顶部的富人 站在顶部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那么你是想要成为不断拼命的为我们打工 然后那薪水付钱给我们交房租 替我们买房子呢 还是要成为我们呢 今天这部影片 你将会知道我投资房地产的信入历程 为什么我一个注意风险管控的人呢 我97%的资产都布置在房地产上面 为什么我每一次做生意一赚到钱就会去买房 房价的泡沫已经这么大了 到底未来会不会崩盘呢 还可以去买房吗 那么我相信 想要走进金字塔顶部的人 一定会不自觉的把这部影片看完 因为其中只要有一两句话是对他们有用的 他们一转身就会财富自由了 这些吃力又得罪人的事呢 如果连你都不为我点赞撑腰的话 那么以后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 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 投资家有钱人的 如果你有这个志向 你可以跟其他接近50万的兄弟姐妹一样 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房价从来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词语 我们年轻人都说房价太贵了 我发现在我们亚洲地区 中国、香港、台湾 有70%的90后年轻人 都必须要靠父母的支持才可以去买房 这数据让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居然有三成的年轻人 是可以靠自己买房的 我们说 看到了地区的房价会不贵 就要看房价所得比 比如说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的房价是43倍 这是相当于那边住的人要不吃不喝 工作43年才能够买得起房子 香港最夸张要45年 台湾房价大家都觉得很贵 但相比之下只需要20年而已 那如果按照这些数据的话 其实根本没有人可以买得起房啊 因为现在你想要买房要等45年 但你会发现45年以后 房价已经不知道涨了多少倍了 到时候你还是买不起的对吧 所以97%的人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打消了买房的念头 但你知道吗 这些数据讲的是全款买房所需要的时间 但现实里面 谁会去全款买房啊 全世界利息这么低的情况下 我借钱的成本这么低 我全款买的话只能买一套 我借钱买的话 我可以买三套 一套自助 两套放租对吧 也就是说首款是30%的情况下 买房的难度最少减少了70% 而且他说的是平均薪水 如果你有一直跟着我 尤其是我的弟子 你的收入不比普通的大学生高几倍 那么你就太对不起我的薪水了对吧 我之前影片也说了很多 没钱怎么买房的方法和理论 有兴趣的自己去复习一下 所以买房其实是可以初级的情况下 我们要考虑的是应不应该为了买房去负债问题 这个就牵扯到房价还会不会上涨 上涨的利润够不够我们付利息 你会发现网络上有无数的人出来证明说 房价会崩盘的原因 比如说政府的调控 去年每年组升息 全世界的房价都出现调整 唯独台湾的房价不怎么跌 甚至还出现了上涨 为什么呢 我们说升息以后台湾的利率才2%左右 而这只是香港利率最低的水平 现在香港的利率是3%左右 中国大陆的利率更是4%以上 当时中国和香港人非常看见房价 但房价下跌的幅度也没有股票的四分之一啊 当然一些低顿比较差的房子别论 那么我之前影片已经说了 升息是为了让美元霸权 让全世界的资产贬值 然后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从低价收购全世界的资产 所以房价调整的时候 永远就是我们买房的时机 那么我当时我爸妈都在香港 我就用他们的名义买了两套房子 每套大概也就是130万美金左右 三个月过去了 每一套都涨了20万美金以上 不多 但我想要表达的是 升息还没有结束 影响最大的地区 他们的房价都已经反弹了 如果美联储正式宣布降息的话 那房价会怎么样呢? 尤其是升息的那一把火已经烧毁了美国本土了 他们的银行都倒闭了 那距离降息还远吗? 所以当时用升息来炒作房价崩盘的人 现在都不见了 那么最近又有人问我 台湾政府有一系列的政策来调控房价 打击那些炒房的投资客买房 所以房价就会崩盘了 先看历史啊 中国有打房 香港有打房 台湾也一直有打房 但是每一次打房呢? 短期是下跌了一阵子 但不久房价又涨回来了 甚至是以前房价一倍两倍 很反常对吧? 明明政府的政策这么有效 为什么越打就越涨呢? 这就好像我们去看演唱会 你的门票越难买 黄牛票是不是越贵? 你买房越难 你觉得有能力炒房的人数就会减少吗? 并没有啊 只是说以前我有钱 我有能力买三套 现在政府只能限制你去买一套 对吧? 对 我一下子不能买房了 但难道我就没有法律的灰色地带吗?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限购的政策 比如说我喜欢研究香港的房价 当年香港房价被炒高了以后 政府就规定现在每个人都只能买一套房子 但问题来了 我如果是香港的投资客 我有钱 但我已经有房了 我就不能够再买了 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送一套房子给我的爸妈? 可以啊 对吧? 那么我爸妈的房子是不是也属于我的? 法律上不是 但本质上是啊 都是自己人嘛 对吧? 所以就算香港买房的税很高 然后还限制你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房 但香港的房价还是没几年涨一倍 那么这一次 你以为打房的力度大了很多 但相对香港还是欢松很多的 而香港这么些年就已经证明了 调控的政策再严苛 这也只能证明政府打房的决心 证明政府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但结果是如何呢? 就不多说了 那以下这些你能听懂 毫不夸张的讲 你就是投资房地产的高手了 为什么房价可以这么牢固? 人说是因为政府把土地拍卖 导致地价过高 你建商买地的成本变高的时候 他卖房给我们也要卖归一点才会有利润 那如果政府不买地 他收入减少的话 他是不是也要减少福利 还有要加我们的税 你说开发商黑心 那么如果他们的心都变好了 不赚钱了 倒闭了 没有人去开发房子了 那你还有房子住吗? 房子供应减少了 不就更贵了吗? 所以不要憎恨上层的人 你憎恨一个比你强的人 你永远都不会变成跟他们一样的强度 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入他们 我告诉你 房价就是你想要成为那个地方的人 必须要付出的门票钱 为什么台湾的内湖 香港的启德 北京一环的房子这么贵? 因为你要到这些大开云气的地方生活 你想要获取这个城市的治安 舒适 高端教育 医疗等等的服务 那么你就要付比较贵的代价 也就是VIP的门票钱 这比喻能够听懂吗? 当每个人都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但房子有限的怎么办呢? 那只能提高门票的价格吗? 今天你生病了 你去柬埔寨的医院治病 跟你去香港的医院治病 效果也不一样对吧? 那人家最好的医疗 当然只会留给住在那边的人 你坐飞机的价钱 跟你坐高铁的价钱也不一样啊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为什么就不能够接受 优质低端的房价比较贵的现实呢? 你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方式 但你付不起钱 其实就跟你想要坐飞机 节省时间 但你买不起机票 一样的 你能付多少钱 你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价值 这个就是自由的市场 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能够听懂吗? 你能够听懂 你就能够面对现实 你希望大城市 一间城市 优质低端的房价崩盘 那么就等于你觉得 这么优质的环境 不再会有人想要住了 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坐飞机 宁愿坐高铁 骑单车 或者是走路 有可能吗? 口里说不 身体却很诚实 今天你到剑桥大学 牛顿大学读书 你毕业以后 想要回到农场 回到你的老家生活 还是说 大家那边的城市里面 当精英 当人商人呢? 所以一个有志气的人 就对自己坦诚一点 我们谈谈真正的告诉别人 我们必须要拥有一张 或者无数张 大城市房子的VIP门票 我们就需要买大城市里面 地段最贵的房子 因为这些房子的房价是相对的 你现在觉得贵 十年以后 你就会觉得很便宜 因为这些优质地段 是涨得比其他地段夸张 然后几乎不怎么跌 那你可能觉得这一刻 跟你无关的 但是你现在跟着我说的去做 马上来想一下 如果你每天只需要工作几个小时 让你赚到足够的钱 然后去买下 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优质房子 让你在环游世界的同时 享受退休生活 你是否愿意为此目标而立事 去学习里面的方法呢 我告诉你 2023和未来十年 最赚钱的资产不是股票 甚至房子 而是你的粉丝 全YouTube用户25亿人 每人花一块钱买你的产品 恭喜你 你就有25亿 就是这么简单 自媒体是当下最大的财富风口 就算在座你也在开YouTube对吧 现在每个人没事干就会打开YouTube 那么你还在当观众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去拍影片呢 一件事如果赚不到钱 是没有人会持续干的 能不能听懂啊 有些人说 扫地生 那是帅哥美女干的事啊 我已经被社会摧残了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一天我看见一个85岁的老奶奶 满头白发的也在拍影片 就讲他以前的故事 结果他约赚五位数美金 后来我发现不但他这么做 有一个和尚穿着袈裟 也在拍影片 他说以前的三男子三女子 都在寺院听法 所以我在寺院说法 现在的三男子三女子都在YouTube 我在寺院是读不了他们的 所以我就在YouTube说法 我听他讲的特别有道理 结果他每部影片几乎都几十万人观看 我后来再发现 现在明星都不拍戏了 都去拍YouTube了 因为YouTube变身的方式 比他们拍一部电视剧来得更快 我想要告诉各位 全世界经济最差的时候 我和我的弟子却连赚七位数美金 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实体生意的人 都活不下去了吗 因为他们全靠线下 而这段时间大家不去消费 他们的生意都全死了 房租不要钱吗 员工不要钱吗 进货等等的不要钱吗 都是成本啊 所以普通人想要赚钱 就必须要在网上做生意 就必须要在网上零成本的 去建立一个24小时自动化 为我们赚钱的个人品牌 那一个素人怎么做呢 我不懂创业 营销 吸粉什么的 也可以做吗 我没有任何粉丝 任何兴趣 任何技能 长得又不帅 不美 甚至没有钱 更没有任何的想法 也可以做吗 什么都不说了 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把我扫地生 接近50万订阅 和品牌变现的商业机密 都制作在一个 2023年全新的培训营里面 这个课程 我团队的定价是三满美金 但是现在不需要300 200 100 甚至10美金都不用 你只需要订阅 和为这部影片点赞 我完全免费的私下公开给你 你没有听错 今天就交你这个朋友 一毛钱都不用 我扫地生 直接带着你 摆脱拿命去换钱轮回 赶快点击 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 报名我的培训营 你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轻松 获得我这些年的努力了 那么我要去澄清一下 我不是说什么房子都可以买 我也不是盲目的看涨房价 事实上由于城市化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 虽然说大城市优质低端的房子还是供不应求 大家还是会涌着去大城市生活 但二线城市的地段虽然说还是供不应求嘛 但是这些地方的房价 按照基本面来说 涨幅肯定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夸张了 因为流入进去的人口不多了 而且二线城市在偏远一点的地段 还有很多没有发展的土地 这些土地建商开价 一般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很多人就想着自己不但可以住新的房子 而且还可以住大一点 最重要的是价钱还是很便宜 但问题来了 当房价全线调整的时候 这些低端的房价下跌幅度就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去接盘啊 所以我们说房价出现调整的时候 大城市的房子不怎么跌 甚至还会继续涨 二线城市的房子可以轻微跌一点 但二线城市偏远一点 甚至是郊区的房子可能就会大跌了 而这些大跌的房子供应就相对比较多 但没有人在接盘的情况下 我们说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房价 为什么有些网红出来说房价跌了 而我们投资人却觉得房价没有怎么跌 反而涨的呢 因为那些网红给你看的数据就是偏远地区的数据 而真正懂得投资 真正做买卖的生意人 我们根本不会看那些房子的数据 会讲那些数据的人都是那些自己买不起房 没有买过房 但却又靠评论房价来剥取眼球的所谓专家 那扫地生 照你这么说 一线城市优质低多的房价就不会跌了吗? 不是的 今天你一套只有价值100万美金的房子 那房东经过装修包装一下 然后房产中切再夸大一下 你可能就会付150万来买这套房子了 而当房价出现调整的时候 你这一套150万的房子 就会跌回它原来真正的价值 也就是100万 所以当你看到 升息的时候一线房子 有一些低端会微微的跌一下 是因为那个低端的人 本身买了有溢价的房子 所以当房价调整的时候 这些人的心态就炸了 他们就有可能急着套现 我之前影片说了 买得起一线低端房子的人 他们不一定懂得买房 他们只是比普通人赚的多一点罢了 所以我们投资人就需要人气我去 找到一些心态炸的房东 在他们卖房的时候 我们买入他们不要的房子 而要做到这件事呢 就一定是在房价有调整 有很多不利消息、新闻 很多没买过房的网红 出来看那房市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机会 当然房子还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有很多人死了 比如说以前很大规模的瘟疫 还有战争 我随便看以前的数据 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 中国东北地区的房价是暴跌的 因为那边被日本人占据了 很多人逃换到南方 所以南方地区的房价就涨了 当时还有重庆的房价都是暴涨的 因为有很多的达官贵人 都去了重庆了 所以又回到刚才说的 房价就是一个地区的门票 战乱的时候什么地方比较安全 自然每个人都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 到那一个地方生活 活命比较重要吗 然后房价下跌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住房问题可以被其他 不是房子的东西解决了 传统的认知呢 房子是所有商品里面最没有替代性的产品 那什么是有替代性的产品呢 比如说你不是面包 你可以吃馒头和米饭 那么二肚子的问题呢 是可以被很多食物解决的 但是房子是没有替代性的 结婚要去买房 离婚也要去买房 所以房子它是有一个刚性的需求 房子是不可以替代的 而且你去思考一下 房子是不可能加班加点 然后无限制的生产出来的 它是要经过政府的审批的 比如说美国的面包不够了怎么办 在纽约建一个面包厂 拼命加班加点的生产就OK了 但房子呢 你不能说纽约的房子不够 把柬埔寨的房子搬过来 那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所以每一个城市的房价 大家记住都是独立形成的 是你进入这个城市 享受这个城市生活方式的最低门槛 是你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所需要的最低门票 这就能够解释到 为什么房价长期来说是稳定上涨的原因 也就是为什么我真的喜欢投资房地产的原因 但这解释不了 为什么过去几年里面 房价不仅仅是上涨 而是暴涨的情况 各位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庄家是谁啊 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投资人 不是建商 而是我们伟大政府 我以下讲的不是什么经济学的尝试 我本来这些理论呢 都是跟某些大佬聊天才会用到的 但是现在简化给你 就是整个市场 就是我们的经济啊 是有一个基本的驱动力的 而这驱动力会让你非常的揪心 就是通货膨胀 我们常说 薪水跟不上越来越贵的物价 导致民不聊生 其实这段话是什么样的人会讲呢 是穷人讲的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发展的越好 物价是一定越高的 政府是一定要让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的 什么意思呢 今天如果你手上的钞票越来越值钱 你100万美金本来可以在纽约买一套房 现在钞票升值了以后 10万就可以买10套房子 那你们会不会都去买房啊 当房价越来越低 那建商都无力可图的情况下 谁还去开发房子呢 谁还去当建筑工人 装修工人呢 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全部停产的话 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都要去失业的 而相反 如果让大家手上的钱都不值钱的话 你们才会尽早的去买东西 钱才可以流动 越流动就越多的职位诞生 GPT才会越高 税才可以多收 国家才可以富强 能够听懂吗 所以当美联储开始印钱的时候 什么样的房子都上涨了 所以认为房价会崩盘的人呢 主要的理由是人口论 说哨子化已经出现了 未来的年轻人都会从家里面 继承很多套房子 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买房的动力 房价肯定会崩盘的 这个观点看似很有道理 迷惑性也很强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房子未来十年 还是会供不应求的情况 对吧 你买一套房子 不会持有个十年吧 三五年涨了就卖出去 这是最正常的情况吧 那我们姑且不说 就是说等到人口真的开始大量减少了 那也绝对不是各个地方都在减少 而是有的地方减的多 有的地方不减少 有的地方人口还会继续的上涨 这不是我说的 事实上在国外发达的地区呢 人口下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们只需要相信历史证实过的理论 当人口真的开始大量减少的时候 人就会从小城市往大城市掀席 人口减少受到了影响的 是本来人口就很少的地方 小城市的人口低于最低移居的标准 再减少的话 就会开始加速荒废了 什么是最低移居的标准呢 就是一个城市适不适合生活 它是有一个基本的人口要求的 如果一个地方人口太少了 少得低过这个最低的人口标准呢 那么当地的那些生活不可或缺的配套设施 比如说学校、医院、商场等等的都会减少 举个例子啊 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城市 是很难专门去维持一所顶级的医院 或者是终点的大学 铁路和飞机呢 也只会覆盖人口密集的城市 那这就会迫使那些追求生活质量的人离开 到大城市里面居住 而留下来的人支撑不了发展 也提供不了足够的就业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 那些比较宜居的 让你可以去度假的地方大一点的 就是郊区低端的房子呢 房价都是非常便宜的 但人口大量的减少 房价就会受到影响 但也只是影响这些偏远地区的房子 这规律人在国外已经反复被证实过了 之前美国和西纳有地方是白送房子的 那些都是曾经繁华 现在被嫌弃的偏远地区 而全世界里能够念出来的大城市 都没有受到过人口减少的影响 他们的房价该涨的 依然还是在涨 比如说德国 老龄化的问题有够严重了吧 人口才八千多万 他们有四分之一都是老人 可是德国的房价这几年却涨得很快 欧洲房价挣出最快的十个城市里面 有四个就在德国 其中柏尼更是全球房价涨幅的第二 还有日本 是老龄化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人口连降了11年 每次我一说到房价会涨 那些算民就会在底下留言问我说日本呢? 这些算民也不看我日本买房的影片 我说日本玩的不是升值 而是收租 每年10%以上 但我们姑且也不说这个玩法 我只说东京的房价 也是涨了11年 我从来都只会建议大家买一线大城市 优质低端的房子 而不建议大家买偏远地区的房子 我常说房地产投资是有门槛的 但也是我认为最稳妥的资产 我自己有70%的钱都投进去一线城市的房子 当你钱不够的时候 你不是说宁愿去买那些便宜 但被高估的郊外房子 而是说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收入 去买优质低端的房子 房子并不是资助 然后房价跌就跟你无关了 实施物责为俊杰 是趋势让你变穷或者是颠富的 当年第一批下海创业的人赚钱 第一批买房的人赚钱 第一批做电商的人赚钱 那现在是什么天下? 自媒体啊 为什么很多的素人也可以在网上卖那些NFT 卖的那么贵 还可以卖出去这么多呢? 自媒体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生意 甚至有一些艺人在演艺圈兢兢业业 还要多呢?比如说刘根红 就是因为他们都抓住了自媒体质的趋势 粉丝将会是你最大的资产和财富 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真正有结果的互联网老板带着你 有一个创业的系统的方法 让你科学化的去复制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营销、创业、变现、产品的经验 也不需要懂得SEO、剪辑、设计、写文案、备用复杂的原理 你只需要听话照着去死磕 你都可以跟我其他的地址一样 去建立一个让客户追着你跑的自动化赚钱品牌 我会把我创业所有的心法 还有一些方法 包括怎么引流SEO、把流量变成钱等等 完全的在商学院里面告诉你 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 而在你提升创业素质方面 你现在加入的话 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 永久会集 这个也不需要再看书了 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 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帝皇宿和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 另外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Facebook群组 大家都会在里面互相分享第一手赚钱资讯 那么好消息是 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 而好消息是 这个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 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的涨价 所以什么都不说了 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 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二条链接加入啊 所以人口的下降不但没有影响到大城市的房价 反而把更多的人从小城市驱赶到大城市 大城市对租房的需求呢增加了 房价反而是向涨的 人口下降反而对一线城市的房价有利啊 而危险的是小城市的房子 这些地方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刚需呢 建议不要着急的去买啊 房地产行业过去对经济是利大于弊的 已经超额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过去20年国家政府的税务收入都比不过开支 这样巨大的财政缺口呢 主要还是靠房地产来弥补的 政府卖地的收入加上房地产相关的税项 就占据了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了 所有的医疗、教育、扶贫、修路、治安、消防 都离不开房地产的行业支撑了 现在开始嫌弃房地产行业落后了 这不就是占着主人家的便宜 去说起了主人家的坏话吗 不就是大家发着老板给你的薪水 然后在背后骂老板呢 而这种就是97%的穷人 真正的富人只会拥抱房校暴涨的红利 然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我讲这些话肯定爱骂的 对我百害而无盈利 但我希望能懂我的人 知道我是真心为你们好的人 一定要为我撑腰点赞 分享这段影片给我们的同路人 因为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 还是那句话 这些能听懂的人就能懂 不懂的人就随他们吧 好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 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接下来每周四 8点30分 我都会继续分享 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 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 如果你不想错过 我还是呼吁你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 点赞兄弟姐妹们 早日达到财富自由 好了 我们下个礼拜 不见不散 拜